肖邦的音乐为什么这么浪漫呢? 对许多人而言,肖邦是公认时尚最浪漫的西方作曲家 而他那充满爱、思念和自由的音乐 是一种最纯粹的浪漫主义表现 身为浪漫派音乐的始祖 肖邦的浪漫来自两个地方 一是他的感情世界 二是他的爱国情操 在许多激扬康奋的乐曲中 例如革命练习曲、英雄波兰舞曲、华丽大波兰舞曲等 都能深刻代表肖邦那充满浪漫又思念祖国的情怀 然而,你可知道为什么肖邦能写出这么超越当代 却同时令人感到缅怀与惆怅的浪漫音乐呢? 嗨,大家好,我是Sherry 今天就让我们进入肖邦的感情世界 肖邦于1810年出生在波兰 他的父亲是一位法语老师 母亲则来自波兰 也许肖邦的音乐基因太好 从五岁时开始学琴后 就立刻展现卓越的音乐天赋 一开始肖邦的钢琴是由母亲教导 但没两下子肖邦的情意就超过妈妈了 六岁时肖邦转给小提琴家奇维尼教导 小提琴老师也很快就没戏唱了 到了八岁时 就连老师艾斯娜都被他超越 这个肖邦简直是来踢管的 若要说音乐神童 肖邦的排名也绝对不会输给莫扎特哦 因为在当时华沙上流社会与波兰俄罗斯贵族圈中 小肖邦早就是个名人了 而肖邦的音乐才华在进入华沙音乐学院后 他更想脱江野马的飞速成长 在此时肖邦开始专研巴哈 海顿和莫扎特的音乐 放假回老家就会听很多波兰民俗音乐 他心中的爱国情操也渐渐萌芽 至此肖邦都心系祖国 却身为一名波兰人感到非常的自豪与骄傲 话说肖邦于20岁离开波兰后 本来要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 但在1830年的冬天 华沙爆发反俄罗斯革命失败 因此他决定前往更远的巴黎 肖邦没去巴黎还好 一去简直不得了 巴黎是欧洲甚至全球的文化中心 许多音乐家作曲家和文弦家慕名前往 肖邦当然也疏忍不输震咯 到巴黎发展是肖邦这一生做过最正确的选择 当时几乎所有的艺术家名人都在巴黎交流或定居 包含喜歌剧天王罗希尼 德国作曲家卡尔克·布莱纳 作家大众马 肖邦深深崇拜的美声歌剧作曲家贝利尼 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 为许多艺术家作画的浪漫派画家德拉库 等数不完的名人 肖邦非常有谋略的在巴黎建立起身后人脉 除了结识上述这些艺术名人 当然还包括与他成为终身挚友的钢琴鬼才作曲家里斯特 和德国浪漫派作曲家舒曼 他们每个人就好像肖邦短暂生命中的一块拼图 对肖邦的职业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在见识过肖邦的钢琴才华后 德国作曲家卡尔克·布莱纳主动邀请肖邦成为他的学生 但是同行德国作曲家孟德尔松听完后却喷饭 拜托肖邦弹得比你好老兄 然而被吐槽的卡尔克·布莱纳没有生气 反而帮助肖邦完成了他的首场巴黎演奏会 因为他认识了当时的钢琴制造商Plyer 就像奥斯卡金奖女星奥大利赫本 与时尚品牌既反起的关系一样 肖邦一身钟情Player钢琴 也可算是历史上首位钢琴代言人吧 而首次公演大获成功后 肖邦一戏之间知名度大暴涨 在参加完另一轮的演奏会后 他的教学价码简直冲到巴黎之冠 据知当时肖邦一小时授课费用 近高达200法郎 换算现金约新台币6万块 这简直是天价啊 如果肖邦继续教下去 凭借他的颜值、气质与才华 学生多贵人运又超强 他迟早会向罗西尼成为富翁音乐家而早早退休 若他结识到某个建商名流去炒股 或跟进投资巴黎房地产 我也不惊讶 但没想到手握一副好牌的肖邦 却把牌打得和莫扎特差不多一样烂 难道天才真的都短命吗 肖邦没有富翁命 除了个性使然 还要说到他的情人乔治桑 在巴黎 肖邦遇到了他的情人乔治桑 他是当时知名的女作家 两人的关系维持了近十年之久 尽管他们的个性和背景截然不同 但他们彼此吸引并互相影响 这段关系对肖邦的音乐创作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浪漫主义风格 和表达个人情感方面 然而他们的关系 最终已分手告终 这对肖邦造成极大伤痛 也是让他39岁就拜拜的最大一根稻草 自从1836年10月24日 两人在里斯特的情妇 打古特的烛光沙龙中首次相遇 肖邦和乔治桑的关系 就成为后代不断争议与猜测的话题 很多男性历史学家认为 肖邦会早死 是乔治桑害的 但是从女性角度出发的人却说 肖邦根本就是个妈宝 一失恋整个人都垮了 这样的男人谁敢要呢 其实 乔治桑根本不是肖邦的菜 因为他对乔治桑的第一印象 其实非常不好 让我们仔细看这两位 肖邦是法国后代 是巴黎沙龙充满国力的音乐星星 他那浪漫高贵的形象 一个衣冠楚楚 气质绝美的音乐家 深深的现身于罗马天主教会 他信奉保守贵族主义 波兰精神和他自己的音乐 那乔治桑呢 乔治桑与肖邦截然相反 1804年7月1日 他出生于巴黎的贵族家庭 为了自己的文学事业 乔治桑主动合法地改名为乔治桑 因为当时女人没地位 写的书也没人看 为了事业 乔治桑甚至开始穿起男装 抽雪茄 举止就像个男人一样 乔治桑是社会主义者 女性主权者 宗教信仰谴责者 和进步的拥护者 他大肖邦六岁 他离过婚 有两个孩子 单身后还结交了一卡车的情人 活着比男人还自由 这种女人在保守的肖邦眼里 根本是个怪咖 但是为什么肖邦最后又爱上了他呢 许多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 把乔治桑描述成十二不赦的坏女人 要不是他勾引肖邦 又断然和肖邦分手 肖邦也不会这么早死 对肖邦铁粉而言 肖邦真的是乔治桑害死的呀 然而 在乔治桑的自传中 他写下与肖邦最后一次相遇 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当时他们早就分手了 而分手的导火线 竟然是乔治桑的女儿Solange 话说为了Solange结婚与嫁妆之事 肖邦站在乔治桑的对立面 为乔治桑的女儿说话 视此为背叛的乔治桑 十分火大 他想起自己这么多年 无微不至地照顾肖邦 却被对方背叛 因此 他一气之下 就决定跟肖邦结束关系了 多年后 乔治桑回忆到 与肖邦最后一次见面 我在1848年3月再次短暂地见到他 我握住他颤抖冰冷的手 我想和他说话 但他消失了 现在轮到我说 他不再爱我了 想当然 肖邦对这最后一面 也有自己的版本 在1848年3月5日星期日 他写给Solange的一封信说 昨天 我在前门口遇见你的母亲 根据肖邦的说法 他当时有问乔治桑 是否听说了他女儿的任何消息 因为Solange生了一个女儿 肖邦说完后就 鞠躬下楼 但后来 肖邦又决定和乔治桑多说几句 乔治桑还问他过得如何 我回答说我很好 并请门房开门 这对院偶到底谁才是说真话呢 肖邦和乔治桑最著名的一段旅程 就是在西班牙的玛约卡岛 当乔治桑计划在1838年冬天前往玛约卡岛 他只想逃离巴黎的气候 让肖邦被温暖的地中海阳光包围 但是 这段看似美好的度假时光 却成为两人的噩梦 乔治桑回忆道 我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去国外旅行 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无需承担额外的情感负担和医药责任 他还将肖邦称为 可恶的病人 而肖邦呢 肖邦对玛约卡岛的第一眼就为之着迷 天空像绿松石 他写道 大海像翡翠 空气像天堂 两人在Val de Mosa 一座废弃的修道院找到了住处 修道院的一部分 现在是肖邦博物馆 如果有机会过去 还可以看到他的player钢琴 和他的手稿哦 虽然在马约卡岛 肖邦完成了他的24首前奏曲 包含最有名的雨滴前奏曲 但其实 马约卡岛是他一生中 最没有创作成就的时期之一 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 马约卡岛和他们非常不对盘 而村民们也没有给他们好脸色看过 一来肖邦的姐弟恋 让保守的村民非常反感 而肖邦不断咳嗽 他的医生 还散布谣言说他得了肺病 因此 村民们更是将肖邦列为拒绝往来户 他们不愿意提供必需品 害得乔治桑 只能推着手推车前往PALMA 为全家买东西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的 马约卡岛的天气越来越恶劣 因为 在他们抵达不久后 潮湿的冬季天气已经来临 肖邦渴血不断 十周后他们终于完全放弃 在最恶劣的天气中离开了马约卡岛 回到法国的乔治桑和肖邦两人 爱情渐渐出现裂痕 上述提及 就在肖邦为了Solange婚事 而站在乔治桑的对立面后 两人彻底于1847年分手 1848年2月 巴黎发生革命 肖邦没乐情人 没有精神与经济支柱 又碰到动荡时代 他的状况越来越差 还好 有一名苏格兰贵族铁粉 Jane Sterling伸出援手 但即便他帮肖邦准备了公寓 Player钢琴 作曲的普质 甚至还有演奏会 名人宴 钢琴课大师班都帮他全部强好 肖邦还是非常不适应苏格兰又冷又湿的天气 回到巴黎后 肖邦的健康持续恶化 他终于在1849年10月16日过世 小年39岁 肖邦这一生写过的音乐 被后大艺术家放在许多影视作品里 包含金奖电影《战地情人》和肖邦传记电影《情练乔治桑》 以他为名的钢琴大赛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 也被钢琴家们视为世上最难的音乐比赛 因为肖邦大赛每五年才比一次 比奥运更久 目的是要参赛者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准备并诠释真正的肖邦精神 以下就让我们快速介绍肖邦最知名的乐曲 未来还会在其他的节目中一一细节哟 最令人难忘的浪漫钢琴曲 就要属肖邦的夜曲了 肖邦总共写过22首夜曲 包含三首没有编号的夜曲 和一首出现在金奖电影《战地情人》 是在肖邦死后才发现的声C小调夜曲 每首夜曲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诗意和情感 其中最著名的夜曲包含降一大调夜曲 肖邦共写过36首原舞曲 每首都充满了优雅和活泼的气息 其中最著名的原舞曲包含 华丽原舞曲 军队原舞曲 当然还有最快智人口的小狗原舞曲等 当时肖邦见到一只小狗 一直绕着自己的尾巴打转 他觉得很可爱 就写下了这首小狗原舞曲 另有称作Minute Waltz 暗示钢琴家要在一分钟内完成这首曲子 个人亲身实验后 觉得一分钟内弹完是可以的 但是我更认为一分半会更恰当 情感与乐剧也能够更完整地呈现 而且弹太快我怕会踩到裙子跌倒 到时候这首华尔斯 可能就要改名为灾难原舞曲了 Marzorca是波兰民间舞曲的一种 肖邦一生中创作了许多Marzorca 其中最著名的包括降一大调Marzorca 升C小调Marzorca等 它的特色刚好和原舞曲相反 重拍不会落在第一拍 而是在第二或第三拍 这些Marzorca都非常优美和抒情 是肖邦钢琴作品中经典的经典 若说巴哈的48首平均率 为钢琴的旧约圣经 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名曲 为新约圣经 那么肖邦的24首练习曲 就是现代启示录了 肖邦练习曲不像其他 例如彻尔尼、拜尔、布尔格米勒 等这种专门为练习手指 独立灵活而做 肖邦的练习曲 堪称是美与力的艺术结晶 每一首练习曲强调一种情绪氛围 并针对一个技巧 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肖邦练习曲 堪称是钢琴家们的避学曲目 最著名的练习曲包含 竖琴练习曲 黑剑练习曲 离别练习曲 还有只练左手的革命练习曲 革命练习曲 是表现肖邦对华沙革命失败的内心感受 1830年11月 正当肖邦离开祖国 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爆发了震动波澜的华沙革命 肖邦得知起义的消息之后 心情非常激动 他恨不得马上起身回国 和祖国人民一起战斗 后来 肖邦在德国知道 华沙因革命而轮入 俄国之手 感到晴天霹雳 悲痛之余 他写出愤怒 气势澎湃 波涛汹涌的练习曲 他的音符中 肖邦充满了祖国的动荡战火 与华沙沦陷的愤怒和激情 因此 这首曲子被后人称为革命练习曲 肖邦一生创作过16首波澜舞曲 其中最著名的包含 英雄波澜舞曲 幻想波澜舞曲等 这些波澜舞曲都充满了民族风情和热情 而华丽大波澜舞曲 更是肖邦过世前几年 于1830年到1834年写的旷世巨作 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首 为钢琴与管弦乐团创作的大型音乐作品 在我另外一集影片中 也介绍到这首曲子 如何在金奖电影《战地情人》 担任了不可缺失的光明作用 让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 最后添加了人生的光明与希望 肖邦的音乐超越了时代 横跨了历史 独自闪耀在浪漫的星空中 或许正是因为他在爱情与家园间穿梭 才赋予了他的音乐如此深远的意义 肖邦之所以能写出这么超越当代 却又同时令人感到对过去的 缅怀与惆怅的浪漫音乐 是因为他用音乐来表达自己对爱情 思念 自由和祖国的热爱 他的音乐也因此成为了一种永恒的艺术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